我每天吃饭都很简单 都是在楼下 面包店啊什么小吃店啊 随便吃点 这是早午餐 唐家的面包 种类很多 性价比也很高 很多年前郑州也有一家 不过后来吃了贵了 好吃 鸡蛋还有鸡肉 真的好吃也好好笑 比快餐店里的那些好吃多了 你买的多 是我都想尝尝 因为看着多好吃 吃完了就打包 下午才吃 这是百香果 每一个都好吃 看着好吃的大部分都会好吃 我点了一杯意识 每次我点意识 服务员都要再三确定 你确定你要意识 很少很苦 我就说确定 我能吃苦 主要是我不爱喝咖啡 但是这集团太累了 没精神 完全就是类似于兴奋 一类的 喝了有劲 提神 这个星巴克店 是我见过最浪漫的星巴克店 直接开到海边 确切的说是这个商场比较浪漫 我就在后面那里住 这是青岛的后海 青岛最西边 后花园 今天的天其实是晴的 但是不是那种大太阳的 所以还也不是太蓝 好看不 这里有好多人在钓鱼 看这都是正儿八经的一线海景 听说常驻海边会很潮的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今天打算去做轮渡 去黄岛 我后面就可以坐了 看那船 后面的井好吧 其实可以做路上的交通工具 去走那个交州湾隧道 海底隧道 但是我喜欢坐船 在海上的感觉比较洒 买票去 现在可真是淡季啊 一天就两班 上午九点半下午一点 这会儿才十一点半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三年前来坐过 好像一会儿一班那样 现在就人很少 感觉到哪儿人都很少 船都一天只剩两班了 其实做交通工具 路上的就是现在可以出发了 但是我不想坐 焦州湾乘邮轮看灯塔 好 都好几年了票价还是25 从这里上船 都没人 都没人 哇 是这个吗 这个一点都不像游客做的那种 在下面 不会吧 就这儿吗 我不知道 是这个吗 这不是说是7号 这是7号 怎么没人 在睡觉 没人就我们几个 天哪 天哪 这是你的驾驶台 嗯 你会可以上你驾驶台吗 人家太低了 这一上你驾驶台吗 就这么几个人 就咱们几个 感觉我们几个人包了一艘船 是吧 6个人 搬了一艘船 我以前做的是那一种 可以站到那里 看海的 现在可能人太少了 那种成本高 全变成这种小船了 天岛的人住吗 我们在那个人是船上 我们丢了个手机 大概就在我们上船的那个 那个那个 你帮我看一下 哇 那大姐的手机掉了 我手机可不能丢了 我的手机掉在那里 是从这下吗 我们不下船了 直接跟那船就回去了 这么快都到了 天呐 这太快了 从青岛做轮渡到黄岛 就十多分钟 感觉屁股都没暖 是这样的 黄岛的话就是那个金沙滩 其实我都去过 但是以前没有拍视频嘛 然后这次来了 然后再去一下 下了船 坐18路到金沙滩 这最后几站 得坐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坐了我心里有点恶心 晕车 这个黄岛真的好大呀 感觉根本不像一个区 像一个城市 一个市那么大 雾蒙蒙一片沙也看不见 你看真的是 看不清 怎么突然起雾了呀 黄岛的金沙滩 说这里的沙子很细腻 很大很大的 很长的 哪里细腻了 抽赛 彈珍 Cerro 黄岛的金沙滩 好长的好大的 这也是那种一望无际 雪里面进沙子了 这沙子真的是可舒服 这还不一样 的枭得很漂亮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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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比我想象中的多呢 这就是黄岛的金沙滩 又称青岛西海岸 如果天气好的话 真的是碧海蓝天 赏心悦目 可是突然起雾了 我一般来海边 就是这样坐着看看 就这么坐着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明天再给大家分享 我要享受我的美好时光了 拜拜 See you